不舒一脸的被迫营业 来参加节目的目的是 说实话我这一段真的需要钱 我觉得人得吃饭吧 这是我的工作吧 对吗 我觉得我靠这个赚钱 那还是一样嘛 生的理由还是这个吗 就是我喜欢唱歌 我再做一份我爱的工作 还能赚钱 还能赚钱 被嫌弃话太少 节目组啊 就是说因为我话少嘛 他们就想让我带着你们变瑜伽 后来我有时候就 真不适合年轻人 真的就是太无聊 就是其实跟台积拳是一样的 到点了我得回去睡觉了 然后我事儿大了 回家睡觉了 好吧 好吧 当女生面也说得那么耿直 我 我 我好后悔 为什么 我现在不想玩 被导演也是直言不讳 我也是我们在你做的 你之前做的第一个节目 你生大症吗 冤家 啊 丹妮是冤家 每周提前两天来参加节目 第一天就是留着跟丹妮吵架 录节目也那么无奈 OK啊 我就想说你们真是找错人了 我真不爱录着节目 真不会录着节目 说实际上让我舒服 我其实我不舒服 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 睡觉对朴树挺重要的 吃也挺少的 我是不敢吃 我吃完一会儿困了 那反正你中午要午吃我也无所谓 下午又工作 根本就不可能 你明睡不着 你明睡不着 记者上一秒问的问题 下一秒就忘了 老不见人 然后就越来越不说 就不会说话了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在界定这个 是叫回归还是叫出发 我想想啊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是我现在没法聊天 就是因为我觉得 好像就没有什么事情 是那么重要的 那跟之前你是问什么问题来着 那跟之前你是问什么问题来着